各位評審老師同學們大家好 我們企劃案是陶醉在鷹哥 主要是為了行銷外國國安客 體驗鷹哥的陶瓷藝術之美 我們的企劃構思是因為 近年來外國國安客人數逐年成長 在台北地區許多住民景點的主店寶盒 像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而爆紅的平溪景點 然後因為大量的觀光人潮 使得觀光品質受到影響 因此我們認為若能促進大海北地區 其他景點的觀光發展 將有助於舒緩單一景點的熱門人潮 那另外體驗文化的興起 許多觀光客開始重視體驗 而鷹哥具有非常悠久的陶瓷歷史 因此若能大力的行銷推廣 將有助於提升當地的觀光發展 那我們的目標範圍短中長期 那整體來說我們是希望三年內 以日外國觀光客人數可以達到一千人 那我們透過訪談十位左右的外國觀光客 來作為我們企劃的參考方向 以及預期執行的成效 那以下是我們問的問題 那大部分的外國觀光客通常都是去過 平溪老街及九份老街居多 那只有一兩個外國觀光客去過鷹哥老街 因此我們認為鷹哥老街 具有上游推廣的空間 那大部分的外國觀光客對於 討異DIY的課程都是認為 若是他們的價格合理 那他們會願意去體驗 那他們大部分接收的範圍是在 一百五十元到三百五十元之間 那透過訪談調查可以得知 觀光客通常都是在網際網路 得知台灣旅遊的資訊 及旅遊經典的資訊 因此我們會在 主動在網際網路的行銷上 那鷹哥陶池博物館 是在民國八十九年開始啟用 那提供的服務有以下遮事類 那陶池老街是在早期窯廠名利 那他至今已超過兩百年的歷史 那在八十九年經政府的補導規劃 將原本老舊的廠房改建委 以陶池為主題的店家 再來是大環境分析 那近年來政府高度重視觀光旅遊的發展 那在八十九年將觀光旅遊 定位為六大關鍵新興產業之一 那經濟快速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觀光旅遊是內需型的外貿產業 那透過觀光局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近幾年來觀光總收入都是持續的成長 那在民國一零二年打到六千三百八十九億人 那可以看得出來觀光旅遊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那也是觀光局統計資料 也是看得出來這近幾年來觀光人數也是持續的成長 那近年以中國大陸東南亞和日本為大中 那在資訊科技的跨速進步下 我們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電視、電影等 還有偶像劇等置入性行銷的方式 將音歌的陶瓷文化發揚出去 那提升國際的知名度 那在發揚、行銷、音歌文化的同時 我們也必須注意法律的規範 以及環境重要的議題 好那接著我們也做了小環境的SWAT分析 待會呢我會先介紹比較有力的部分 首先優勢的部分我們認為呢 其實音歌老街他擁有獨特的陶瓷文化特色 那除此之外他陶瓷館裡面也設有DIY的體驗區 所以我們認為這兩個呢 是可以吸引到外國觀光客的一大特色 那接著呢其實音歌他臨近大台北地區 那除此之外他附近也有一個音歌火車站 那我們對於外國人來說呢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便利的一個交通系統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可以發展成一個 國際觀光景點的一個新的景點 好那接著機會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著名的景點 像是平溪老街啊九份老街等等的 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容納過多的人潮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時機點 來發展一個新的觀光景點 那接著其實近年來呢政府都有陸續在發展一些文創啊 或者是觀光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們認為剛好可以趁著這一股趨勢 來發展我們的音歌成為新的觀光景點 那弱勢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認為英歌老街他現在有點商業化 過於過度的商業化 那其實剛剛說的他其實特色就在於 他又有傳統的文化在 那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就是維持 他原本老街的風貌才能就是維持他的特色 然後吸引到外國觀光客前來 那最後威脅的部分 其實台灣各地存在了很多的老街 那我們認為就是我們要大力的可以來行銷他 就是特色就是陶瓷文化 這個傳統的中國文化這個特色 那大力的推廣之後呢 就可以讓他就是比較跟其他的老街 比較宇宙不同的地方 這樣子呢 所有外國觀光客想到台灣 就會可能會想到 欸我想要來英歌老街來體驗 那接著我們有做交叉分析的部分 首先呢是優勢還有機會的策略 那剛剛有提到 他現在目前有設有DIY的體驗區 那還有就是近年來首作文創的風潮流行等等的 所以我們有規劃了一系列的首作DIY課程 讓外國的觀光客都可以來體驗 然後更了解我們陶瓷文化 那接著呢機會還有劣勢的對策 我們認為其實英歌老街他現在的觀光範圍 其實有點狹小 那主要只有老街還有陶寶館的部分 所以我們剛剛規劃出來的首作DIY課程呢 其實可以留住一些旅客在我們的室內做體驗 那這樣子室外的部分呢其實相對比較不會那麼的擁擠 那接著最後優勢還有威脅的對策呢 其實英歌老街他有很多就是深受外國人喜愛的傳統的中國文化 但是呢其實剛透過那個訪問的結果發現 其實外國人他比較不知道英歌老街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認為在行銷這塊方面我們還需要再多加強 那接著我們也做了STP的分析 那首先其實這個市場我們把它區隔成一個就是 喜歡就首作啊然後體驗等等的外國觀光客族群 那在主要的消費族群來說 我們主要是年輕人還有親子的部分 那在年輕人呢我們主打是比較有特色的商品 例如陶瓷等等的 那親子的話我們就主推有教育意涵的手作DIY 讓小朋友可以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學到一些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 那最後我們這個市場的定位呢 就定位在一個富有歷史文化 然後也可以手作體驗我們陶瓷文化的一個特色的國際觀光景點 好那接下來是STP分析 那首先我們提供的服務中有陶瓷博物館 那它可以提供參觀導覽 那在老街的部分也可以體驗老街的文化 那最有趣的是我們的手作DIY的課程 那在價格的部分陶瓷館是免收門票費的 那老街也都是以平價的小吃以及陶瓷品為主 那DIY大約是300元一個人 那在推廣的部分我們主要是希望 以部落客的旅遊心得分享為主 那還有FB粉絲專業的經營 那在通路的部分在獲得資訊上 我們會以網路以及廣告看板為主 那在實際交通前往上 則是以台鐵的火車站作為主要的交通方式 那接下來是4C的分析 首先我們的顧客群是外國觀光客 那我們希望他們可以藉由陶瓷館 來體驗到陶瓷館以及老街 來體驗到陶瓷的歷史以及文化 那DIY的體驗課程則可以讓他們享受到動手做的樂趣 那接下來是成本的部分 對外國觀光客來說 他們主要的交通方式應該是大眾運輸工具 那在老街上也大多是以平價以及平價的陶瓷品以及小吃為主 那DIY的體驗課程單價也不高 因此他們可以以平價非常平易近人的價格 就可以來到這個地方觀光以及體驗 非常的經濟實惠 那接下來是顧客便利性的部分 我們會以Facebook來作為我們公告訊息以及活動 那在交通的主要位置會有廣告以及宣傳 那我們的Facebook也會作為我們與顧客互動的平台 那遊客服務中心會有多國語言能力的服務人員 來為外國觀光客服務 那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提出了兩個行銷方案 分別是Hand Fun以及I Want You 那首先Hand Fun的方案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案 可以讓外國觀光客可以更加的了解 台灣英哥老街的傳統陶瓷文化 因此外國觀光客可以在活動期間三年內 以八折的優惠來體驗我們規劃的課程 那我們規劃的課程主要是有親子情侶以及一般課程 在這三個課程中有手拉胚以及馬賽克拼爹還有彩繪等等 那另外還有手工的披薩窯烤DIY的課程 那我們也預估了課程的收入以及費用支出 最後算出了一年的盡力 那再來是I Want You方案 這個方案我們主要是希望可以增加英哥老街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那所以我們主要是以網路徵選的部分 會分別徵選出歐美、日本以及韓國各一位網路旅遊作家 來到英哥老街做體驗 那我們會以宣傳期以一個半月為主 那他們來到英哥老街體驗的時間大約是一個禮拜 最後會有旅遊心得的文章在網路上做分享 那這個方案我們是以行銷以及廣告為目的 因此我們沒有辦法估算它的收入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方案可以將它的效益 擺在前面Hand Fun的方案上 來更加的提升英哥老街真正的知名度 讓更多的外國觀光客可以了解到英哥老街這個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企劃案謝謝大家 接下來是三分鐘的評審提問及講評時間 非常謝謝你們的報告 那我能不能稍微再聯繫一下我自己知道的 想問一下就是 這是企劃案嗎 對不對 行銷企劃案 那你們本身的定位是替某個替英哥博物館做 陶瓷博物館做這個企劃案嗎 對 做行銷 做行銷嘛 對 所以是假設說你們主一個公司 你做了一個叫陶醉 是為了幫助陶瓷博物館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應該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因為這裡面就牽動到 就是應該是他們要付錢給你們嘛 因為你替他們做行銷企劃案 所以他們要付錢給你們嘛 所以你做的企劃案可能賺了多少錢 是他們賺不是你們嘛對不對 應該這麼講 我要把這個定位要弄 這些關係要先弄清楚 是這樣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們來做的設計 這個行銷企劃案對不對 就是說你是一家公司 你替陶瓷博物館 針對他的附近做了一些市場調查 在做替他們設計一個行銷企劃案 告訴他們說 他們可以用這兩個方案來做 可以擴大 可以擴大他們的行銷的結果 不管是課程也是他們的課程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他們要付給你們什麼 你懂我的意思嗎 懂嘛 所以因為這裡面沒有呈現 你懂嗎 就是幫人家做行銷企劃案 他一定要付錢給你們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做了企劃案以後 他執行了以後 多少%要給你們當做酬勞 或者 一個企劃案賣給你是多少勞務費用 你幫他做 這是一定要有一個 這個部分 不然他就變成你白做 他拿走就拿走 對不對 那你們公司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這裡面沒有看到 做了這個事情以後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收益 所以應該是說在 在談行銷企劃案之前 要先把你們為了什麼目的幫誰 然後這個大概要稍微敘述一下 可能會讓聽的人比較清楚 原來你們有這個能力 替某個公司做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後來也大發力士 表示你們行銷企劃很厲害 這是我一點建議 謝謝 謝謝老師 這個行銷企劃案也有可能 是不是就是 你們這是一個 對於行銷企劃書的一個練習 就是為了你們可能從事行銷的人員 所以一個練習的那個案子這樣子 那我在想 這個鷹哥現在你們有點出說 他的特色是在陶瓷 那所以說 這個有創意的行銷方式 因為我看到的是你們 有一些課程 捏討馬賽克 這些好像是原本就存在著的課程 對嗎 對 對好 那比較有創意的方式 像這個外國那個旅行家這個 這個徵選方案 這個是比較有特色 比較突破原本的行銷方式的 一個創意行銷方式 那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考慮說 以這個鷹哥 把鷹哥陶瓷打造成一個品牌 用品牌行銷的方式 只要這個鷹哥陶瓷 他在消費者心目中 他是一個品牌 一個很棒的品牌 類似像法蘭茨那樣子 很棒的一個品牌之後 那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行銷的費用 把它省下來 讓他能做品牌打造的這個部分 謝謝評審的講評及提問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